今天是2022年12月21日晚上10点28分 今天武汉肺炎确诊人数19,051人死亡人数 27 当当当有没有注意到 特殊的数字27又出现了 这代表什么 27旅部的忌日,温审的忌日 一出现通常有特殊的含义个人认为了 出现27之后 台湾死亡人数 会开始暴增 确诊人数也会暴增 那我在劝卫福部 拜托你赶快就是 不要每天两点在那边报导 都不要结束营业 把所有防疫工作就交给各地方政府 让他们自己去搞 别忘了陈时中的教训 他那么辛苦的负责 结果不但落选 而且到现在哦 南宁 高级外省台一直在用台湾的防疫 一直在攻击 攻击 攻击台湾 所以你就不要再做了 不要再管了 你就让这死亡人数一直暴增一直暴增 确诊人数一直暴增一直暴增 地方政府有能耐的话 一定可以处理的嘛 好 再来呢 现在 现在是有点类似在写日记 我想说 有一些事情 必须把它记下来 日后可以翻看 第一点 梅西圆敏梅建川 出生于印度阿萨姆省 这当然是笑话 阿根廷拿到氏族杯冠军了 结果各种荒谬的说法就出来了 中共那边 有四川 四川省有人说 梅西圆敏梅建川 出生于四川 某个地方 我忘记了 说他圆敏梅建川 当然不是这样 但梅西啊 梅西是姓氏哦 但如果说以中国人来说 梅西是属于父姓 梅西 欧阳 慕容 两个字的幸福 那印度 印度有一个议员呢 更扯 他说 梅西出生于印度阿萨姆省 所以梅西真正的国籍是印度 在他的脸书这样说啦 然后大家记者都去访问他 他知道说自己这个笑话开大了 但是这个现象就告诉我们说 像梅西这样的一位一位人物 这种一个人才一个人真的能够改变一个 一个国家 甚至能够影响到世界啊 所以说人才的重要就是这样 阿根廷有梅西 法国有母八胚 好 魔兽补偿专案 这当然让很多球迷 前一阵子相当的不高兴 他们 哦那个门票很贵 很贵 他们就是 想要看魔兽的表演 结果魔兽坐轮板凳 你说这 这球迷 这球迷怎么受得了呢 哦还好 补偿专案出来了 我觉得 现在 这个真的有在 有在这个 尊重啊 这个观众的心情啊 其实啊 政府 你想要拿到票 很多细节你要注意到啊 就是你要抓住人心啊 你不要以为说 这种事情啊 就呼呼为的鬼 哎 你伤到这个 伤到人民的心 人民已经生活已经很 到处都有很多痛苦 哎 能够看到魔兽 这样一位巨人 哦 高瞻的球艺 能够得到这样的快乐 这种要求 不过分啦 这种要求 如果也被抹杀了 那真的是 那真的是很糟糕 会让人民失望的啊 哦 所以现在有补偿专案 很好 然后呢 进而 进而呢 民间党政府 你一定要把这个体育 把它搞好 把台湾的体育搞好 因为体育 就是能够超越种族 超越族群 超越政党 我当然啦 国民党 是极力 极力想要操控 操控体育界啊 哦 常年体育界 都是由国民党 在掌控的 哦那 你说民进党才执政 五年多 你要打破这个 数十年来的结构 很困难啊 很困难 但是 要想办法嘛 但 恐怕没那么简单 因为 国民党在掌控 掌控体育界都是 黑白两道同时 同时来的啊 连那个体育选手 也都苦不堪言 敢入不敢言啊 但我们希望能够有改善 第三点 不正常人类 分布区 喝收水 喝收水 菜汤 哦这真的 真的很神来一笔啦 我觉得 那家 公处中心 是不是故意的啊 不正常人类分布区 不正常人类分布区就是指嘉义市以北 嘉义市以北 嘉义市云林彰化台中 苗栗 新竹 新竹 桃园 台北 新北 基隆 这些都是属于不正常人类居住区嘛 然后 台北市啊 不正常人类居住区最多的地方 台北市血统 我小血统 喝到收水 然后那个小朋友说 臭到跟大便一样啊 结果 学校说 不是什么收水啦 只是这个过期品啊 就是过期品 你说这个校方的这种说法 是不是很符合不正常人类 人类这样的说法 我没有说错吧 我说 这个地方就是不正常人类 分布最多的地方嘛 收水你给他说叫做 不正常 那过期 过期 饮品 哦 佩服啊 不正常人类分布区 哦 神哪一笔啊 哦 高雄 某高雄大学的助理教授 哦 强奸 那个笑话 很漂亮的笑话 哦 而且是给他破除哦 也就是处女之身啊 被他破了 然后破了第一次 可能就有录影或什么 再来就接二年三的 笑话也没办法拒绝 就 就被他坚引了好几次 结果这个民事免赔 哎 法官说 你 你会跟助理教授上床这么多次 这应该是你你自愿的吧 不然不可能能够这么多次啊 我说这个法官也真的是很天兵啊 所以民事免赔 但是刑事啊 助理教授判八年啊 刑事方面判八年 但刑事你判有罪八年 八年其实不中啊 八年不中 因为通常八年你判到三分之一 也就是两年多 两年多就出来了嘛 那刑事判有罪 但是民事却败述 这 这也很奇怪啦 我 我觉得啦 这个笑话 笑话往后的日子 他已经被破除了嘛 啊 笑话的父母亲 尤其是爸爸 不晓得会有心情会怎样 这 这都是有很多问题啊 制造问题的人 就是这个助理教授啊 自己前途也没了嘛 对不对 教旨也没了嘛 好 再来 供需退烧药从七十块 涨到两万人民币啊 两万人民币就是 差不多八万台币耶 退烧药 你们也买过普拿藤的啊 一盒 一盒 这样 其实在台湾我不想 我没有买过啦 哦 但本来啊 是七十块人民币 一盒啦 现在涨到两万人民币 哦 啊 很多很多药商还 还故意把它藏起来耶 哦 不止药商啊 就是有的人买很多 然后就把它囤积起来 让很多人需要的人都买不到 我看这个新闻就有说有一个有一个丈夫啊 他的太太花糕烧确诊花糕烧 结果买不到退烧药 就一直找 就一直找一直找 结果在冰箱里面 找到他已经过世 他的女儿去 以前也是得病 啊 花糕烧 医生曾经 有给他开退烧药 他一直把他 把退烧药放在 没有吃饭的退烧药放在冰箱里面 他的女儿已经过世了啦 但幸好那些退烧药 他没有把它丢掉 他把它放在冰箱的某个角落 然后几年之后 现在他老火花高烧 诶 被他找到这一包退烧药 他火洗脊而起啊 因为你现在有钱也买不到 然后 这个这位丈夫呢 痛苦流涕啊 说这是已经过世的女儿 在 在暗中呢 保护他妈妈 所以让这个退烧药 能够来救他的妈妈 你看 中共现在 大陆那边 你看 搞成这样啊 台湾 台湾现在也 退烧药也 也几乎都被抢光了嘛 因为很多人都 把他寄到 中共 大陆那边 进去啊 有一些陆配啦 或者像 森兰的这些外省人 他们都会把 台湾的 退烧药 大量采购 然后把它寄过去啊 所以现在台湾 退烧药也 也开始在 也开始在缺货了哦 好 再来 明星浮动啊 恐是大地震前兆 我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说 哎 这次绿营大惨败啊 你要说的 原因很多啦 但不管怎么样 这就代表说 明星浮动嘛 这个绝对不会是 不会是没有什么 我觉得啦 明星浮动就是 大灾难要来的征兆啦 譬如说大地震 很有可能就是大地震 大地震呢 它会 它还没有发生的时候 因为 在地底下 地壳 摩擦 会有一些磁场变化 频率的变化 这些东西啊 都会 往 往地表 发射 散发 这些频率呢 会干扰人体啊 就会使人啊 的思考 心思 改变 所以人性会浮动 你如果本身 你本身的 定力不够的人 你受到地底下 这些磁场变化的干扰呢 哦 你就会 改变 你会糊涂 哦 你会花狂 哦 所以你就乱投票 你的思虑就会不周到 然后大地震就爆发了 这是我从 从这个科学方面来推导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 表现出来这样明星 的浮动呢 我认为大灾难要来了 哦 你不要跟我说 没有明星浮动啦 啊如果没有明星浮动 你怎么会选 像苗栗县写那个 杀人犯 当县长 哦 啊 新竹是 选那个 贪污 公费的人 哦 啊还有 国民党很多 议长都是杀 有杀人 浅磕的 黑帮的 这些人都 都在当官呢 当民意代表 你说 这些不正常人类居住区的人民 是怎么啦 哦 像嘉义市这次 也是国民党大胜啊 哦 那个连任的那一个市长 他第一任的时候 竞选之前的 竞选承诺都没有兑现 然后现在他又来选第二任 结果人民还是让他高票当选 你不觉得嘉义市这边的人也是 但是 头脑受到 这个不正常的磁场的影响 才会这样嘛 这就是大地震要来的 快逃啊 逃到曾文西以南啊 因为曾文西以南这边正常的人 比较多啦 当然高雄例外啦 不然高雄不会发生这种 刚刚受到的助理教授 破除笑话 免赔 哦 这高雄这边也是不正常人类居住 也是不少 哦 再来最后一点 这是今天 昨天啊 昨天下午 我看到隔壁啊 隔壁 隔壁的门口 哦 有来了一辆轿车 哦 然后有一个男孩子就推着 应该是他的母亲啦 一个老太婆 用轮椅推着 哦 那不 不是我隔壁啦 因为只是人家戒 暂停 隔壁的前面 停车 哦 然后 这个 推轮椅呢 因为附近也有那个公寓嘛 有公寓 可能是住公寓的啦 他们没有自己家的 不是像透天 店面 前面都有空地 可以停车 没有 所以 先暂停 我家隔壁的 停在那里 然后 刚好被我看到 然后他就要开门 他 诶 他 一个儿子而已啦 旁边都没有人帮忙啊 然后他 推 用轮椅推着他母亲 然后要开车门 然后要 很努力的把他的妈妈 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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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轿车 哦 所以我就 过去帮忙把那个门给 拉住啊 哦 免得那个门呢 去卡到轮椅啦 哦 然后 我突然间想到说 诶 以前我妈妈也是 贪官啊 哦 比 比我昨天看到的那个还惨啊 我妈妈是不能动啊 他这个只是坐轮椅而已啊 哦 还可以动 哦 但是 突然间我觉得说 好像 人 迟早都会遇到的啦 哦 我是比 我是比其他人早遇到 而且 刚好是在我求学阶段 我遇到 哦 别人在庆幸说 他能够顺利求学 顺利就业 顺利 顺利 娶妻生子 但是到最后他们还是会遇到 哦 哦 因为父母亲 终究会老 哦 哦 只是遇到的 来得早跟来得晚而已啦 哦 但是 比较幸运的人就是说 哎 什么都 功成名就了 事业也有了 结婚生子了 事业有成了 父母亲才 倒下 哦 这样 这样的 这样的子女当然就是很幸运啦 哦 啊 如果父母亲 没有生病 哦 就无疾而终 哦 那更好 哦 但是有的父母 老了 哦 就像这样 要坐轮椅啊 反正 儿女要这样辛苦的 哦 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书啊 哦 也不晓得要说什么啦 反正 反正就是感觉啊 人事无常啊 好 祝大家快乐 啊 再次提醒卫护部啊 2点你不要在那边 在那边 开会了啦 你就 唱那一首歌嘛 好 再见